甲晨年清明公祭宣言皇帝典礼 将于4月4日在陕西黄陵县乔山祭祀广场举行 万余明海内外阎皇子孙拜夜皇帝陵 表达华夏儿女慎中追远的虔诚心意 集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盼 4月2日晚间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在接受中心社独家专访时表示 这是自己第十次参加公祭典礼 感受颇多 到了十次就是十全十美了 那我也可以表示 我这样的一种心意也十全十美 所以明年可能我就不来了 那么很可能有年轻的一代 他们来接班了 郁慕明1940年出生于上海 1948年跟随父亲前往台湾 2010年郁慕明首次到皇帝陵祭祖 此后他多次率团参加皇帝陵公祭 并致力增进台湾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认同 使更多台湾同胞理解同根同源 任祖归宗的含义 跟着我来看了以后 他也会体会到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 它是一个凝聚力的非常强的 它的凝聚力不在于现实的环境 也不就是在于三代的这种环境 而是更广的十代二十代 要追溯自己的老祖宗 作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 有中华第一陵之域的皇帝陵 在郁慕明心中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更是凝聚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如何令第一次来皇帝陵祭祖的台湾青年 将出来时的好奇变成一种内心的感悟 面对记者的提问 玉慕明达 仪式感 那么譬如每次那个龙就上天了 飞龙升天了 大家全部抬头 那这个印象会很深刻 所以来了以后 到最后那个龙升天 飞龙在天 他们马上通通照相 留下来 这就是回去 说你去西安干嘛 所以我们参加祭皇帝陵 那那个活动是怎么样的 他就会介绍 虽然在明年的清明公祭 轩辕皇帝典礼上 大概率见不到郁慕明熟悉的面孔 但他对两岸青年的交流充满信心 他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 投身到两岸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中 我一个人影响力量不大 但是因为我过去带了 那他们再去影响 那就是扩散出去了 他们既然来过 觉得这里非常好 那他们再带他们的朋友 所以这样的话 我说我一个人这样做 假设台湾的朋友们 有一百个人都跟我这样做 那是不是就有效果了 你等到一百个人做了几年以后 很可能这样的一个力量 变成一千个人在做